新北移民外送员把机车停在停车阁内 但取车时却发现车子被移动变成了路坝 车上还多了一张并排停车的围停举发单 他决定自己当柯南找凶手调阅监视器 才发现是另外一名成姓男子 为了停自家的车辆擅自挪车 让他整台车横停变成了路坝 因为对方态度消极 现在受害车主决定要提告 警方在讯后将挪车的人 依刑法妨碍自由罪移送简房 外送员机车停好好的 怎么下午准备取车 不止机车被移位 上面还莫名多出一张围停举发单 他越想越不对 决定自己当柯南搜证 最后发现竟然是招人动手脚 林先生越讲越气愤 调阅监视器发现 原来戴帽子的诚信男子 为了停自家车辆 竟然把他的机车直接往后迁 大辣辣横放马路 变成大陆霸 影响到其他骑士牵车 不得已才又出手 把陆霸车往前移 因为受害者坚持提告 警方训后将诚信男子 以刑法妨害自由罪嫌 移庆检掉侦办 另外并排停车还要被罚2400元 一车小举动动手前 可得现三思 记得崔亭杨好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